本节目由美国文美教育集团冠名播出 文美集团是美国著名的华人教育咨询辅导机构 在美国的洛杉矶纽纽约芝加哥等等12个城市都设有服务中心 为广大的华人提供教育的服务 文美主要提供的服务内容 有七八年级就可以开始的美国大学申请规划服务 SAT ACT的标划考试培训 K到12年级的私校申请还有课后补习 我们知道文美集团最富盛名的就是它的导师制的服务模式 不同于其他的机构辅导老师变动频繁的现象 文美集团所有的导师都是公司的合伙人级别 并且在文美工作了10年以上 他们都拥有硕士或者是博士的学历 可以非常稳定还有专业的为孩子们提供服务 相信这是很多的家长在给孩子们寻找规划机构的时候 非常注重的一个方面 此外文美集团同时也是美国总统义工奖的官方认证机构 还有众多的美国前50名牌大学的官方项目合作机构 欢迎大家扫码或者是直接搜索关注 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美国升学网 及时了解最新最全的美国升学资讯 同时大家也可以在YouTube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 美国升学之通车来查看我们往期的节目内容 如果你想跟文美的客服进行互动 也请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左下角的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是直接搜索微信号文美集团的全拼音来添加 文美的资讯热线是18888-789-0942 今天在我线上的是文美集团的教育总监万博士 万博士好 主持人好 欢迎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的 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美国高中生在暑假干的50件事 这个万博士听到这个数字我还是蛮惊讶的 所以他们到底会都做些什么呢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 谢谢主持人 咱们说进诸者赤 进末者 那么希望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在咱们自己的华人圈子里是家长在做什么 那么美国本地的这些白人西语裔 他们这些西方人的圈子里边他们在做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挺有意义的 那么所以和大家分享 最近我看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文章 这一篇文章的话也是可以清晰的看出来 那么就是说在美国的家庭里边这个暑假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这要如何利用 那么他们的视角和我们华人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以大家借鉴一下 那么和大家分享 那么翻听导播可以帮我顾讲一下这个文档 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首先他上来先说 说这个是一个 首先Summer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时间 是不是但是那你也可以也是一个很好的时间 是朝着你的梦想去努力的一个很好的时间 那么招生物曲委员会他们是希望看到一个非常高产的 productive非常高产的有成绩的这么一个暑假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你都干了什么呢 是吧 那么这边总结出来了美国 这里的美国是指这个应该说是我觉得就是白人西方吧 的这么50件很好的一些想法 那么当然翻译成中文有点别扭啊 大家错误着听 但是大概就是这意思啊 你是做5个10个是吧 还是自己有什么创造力啊是吧 那么他下面进行了一些总结 那么呢就是说第一点啊第一点的话呢就是take class 是吧 take classes 上课是不是 第一个上什么课呀 上college courses 是不是 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之前跟万老师之前给大家讲的 每年Summer 90、11、三个Summer 你至少要上三个大学下校 其实是一脉相成的这么一个道理啊 其实你会发现万老师咱们做的东西给他们上 像啊 因为万老师是冲着大学宣经表去了 大学宣经表里问了呀 说你有没有在任何大学上过任何课程啊 是不是 所以这个说是他上面就上来先说了啊 你可以去大学上课啊 因为你平时没有这个时间呢是吧 那么你你利用这个Summer啊 你还可以拿到一些这个credit 而且呢你还可以这个上了大学 你这个都上了课 又省时间是不是 所以呢这个大家说对于你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 很多社区大学呀都允许你上这个课 但是是不是上社区大学还是上别的 就不具体讨论了啊 因为今天有50个工作量比较大啊 咱们快速的要把这个过完 下面呢他说哎你还可以上什么课 online courses 是不是online courses 如果你哎有旅行计划有各种原因呢是吧 因为这个现在呢都可以是网上上课了 网上上课很很方便啊是吧 他还推荐了几个网站 一个叫linda.com 还有一个叫skillshare 是不是 有这种各种各样的课程啊 而且都是self-paced 就是比较怎么说呢 就是比较就是根据你自己的时间灵活上课的那种 哎第三种pre-college program 这个就是很多大学啊 那么他在全美范围之内 他们summer都会针对高中生 是哎体验一下这种大学生活的 这种pre-college program 这个就是大学预备的课程啊 让你住在校园里在学校上课是不是 然后哎就让你体验一下哎这种生活怎么样 哎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体验啊啊还有camp啊 camp这个词呢其实在美国的暑假里面 是非常注重的啊 就是各种各样的camp 这个camp咱们可以翻译成夏令营 或者叫短期的各种培训 但是这种培训它有各个方面的 都仅仅是学术的 所以他就是说这个camp啊 是学术方面的夏令营啊是吧 那这个呢和这个去大学上课比较类似啊 那当然offer就是提供这种大学的这种级别的这种 更多了啊那么 有针对性的啊他也推荐了几个比较有名的 比如说有一个叫National Youth Science 美国青年科学营 是吧这种营呢就是不计其数成百上千了 他推荐了这么一个啊 那么还有的话呢 class还有什么performing arts class of camp 是不是那这个就有针对性了啊 这个如果你未来想做一些艺术啊 或需要一些特别准备的东西 那你这个summer可以做一些这些方面的准备啊 第六个是wager arts 刚才是performing是表演艺术啊 那么第六个呢是视觉艺术啊 这些啊他提供了是这个罗德岛艺术设计学院 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课程 你可以体验一下你喜不喜欢啊 适不适合啊对不对 哎第七个上什么课ICTACT是吧 哎你看这些课程也是啊要做的事情 第八take private lesson in area of interest 哎这个就是根据你自己的兴趣爱好啊 你去做了啊那这里边有什么课程啊啊 有唱歌啊演讲啊语言啊是不是啊 各样的类型的啊 这就是上课这方面啊 总而言之吧啊 他这八条其实说白了一点 就是可以上各种各样的短期的课程 那么这种短期的课程 根据你自己的规划 根据你自己的兴趣根据你自己的体验 来做出相应的决定啊这是上课 在下边呢哎他又讲了一个新的东西 叫Learn a new skill 哎你可以尝试着 学一种新的技能 哎这个技能很重要啊 UCLA的申请表里 第二题讲的就是 Do you have any talent or skills 那很多学生说哎呀 温老师我有什么skill啊 有什么talent啊 好像没有啊 10个学生可能9个学生都没有啊 是不是你看他这就是说哎你可以学一个新的技能啊 study a foreign language 对不对 学一种新的语言 温老师跟大家讲过大学申请表里最多可以添几种语言 添5种啊 对 添5种语言啊 添5种语言 那你这个summer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学一个语言是不是 是那么不管你是不是想学的特别这个流利啊 profession的熟练啊 但是学一种新的这种语言呢 应该来说对于你来说是非常好的机会啊 他也给你推荐了一个网站叫Dolingo 这个网站咱们之前也推荐过啊 学各种语言的一个网站 尤其是咱们华人移民学英语 在这个网站上学也不错啊 叫标注一下叫Dolingo D-U-O-L-I-N-G-O 或者说呢是Programming Language 编程程序语言啊 这个是目前非常火的啊 就是说计算机互联网编程 这也是你可以学习的 但是这个学习你还是跟前边有点像 还是上课是不是 各种课 或者是Sing Language 歌唱是吧 歌唱 其实我挺喜欢歌唱的啊 为什么呢 歌唱啊 这个对孩子的这个身心健康 我觉得特别好 咱们先不说 考大学 歌唱的话呢 我接触过一些喜欢唱歌 喜欢表演的孩子 明显感觉他们的性格更加的开朗啊 而且呢领导能力也更容易被开发出来啊 所以这个唱歌还是挺有意思的 尤其是在过去这两年啊 啊关在家里 即便是开放了咱们家庭相对比较保守啊 也是呃这个那什么 但是你会发现这些呃喜欢唱歌啊 喜欢表演的这些孩子在家里自娱自乐啊 玩的还挺好的啊 那就没出现什么问题 但是呢有一些孩子相对比较沉默寡人的 可能在这两年就出了一些问题啊 嗯 甚至情绪上啊啊思想上啊 甚至生病的都有啊 所以这个新 language啊 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啊 那么哎 下面讲了啊 Horn your leadership skills through a program 上次课程的时候万老师还介绍了是吧 文美就有这样的leadership skills啊 是不是这就哎 简单来说就是培养一下自己的领导力 创造力 个人的独立independent activity 这种独立能力的啊啊一些这个东西 那他推荐的是什么 Girls boys state 应该我想他这应该写错了 应该是scott啊应该是童子军啊啊 童子军 Girl的有boy的这种童子军啊 在全美各个城市都有啊 这个童子军我觉得也非常锻炼人 我带的几个学生 也参加这个童子军 有一个孩子从几岁就开始做 一直现在做的 他就是要拿到那个叫什么 最高荣誉的那个叫老鹰勋章啊 那这是他很大的一个成就 我很大的一个坚持啊 这个我们都给他写在了这个 大学申请的这个文章里面啊 就是专门写他这个leadership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啊 童子 对于孩子的这个锻炼独立能力 生存能力 团队能力 我也非常推荐这个项目啊 Dancing class 是不是 这个就是不一定了啊 Join a sports team 这个我特别强调哈 你平时孩子也应该是有一个体育运动啊 这个对孩子的身心成长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啊 这个挺有意思 Learn how to cook or bake 这个也是我贯穿的理念 暑假我跟我很多学生说过要学会做饭 啊 做饭很重要啊 做饭能吃到 嗯 是吧 这个呢是 非常自己 非常大的一个生存能力啊 那么这个他把这个提出来了啊 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啊 那起码先学会个蛋炒饭嘛 是不是再弄个什么青椒炒土豆丝 是不是对吧 你会了这两个菜 我觉得后面你做任何菜你都会了 其实程序是一样的 对是不是啊 在下面啊 这个嗯 学一种乐器是不是 当然这个要根据你在不同的年年纪啊 你这这个是整个不针对任何人的50件事啊 那你呢 每个人当然在处在不同的阶段 你自己要自己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灵活的来选择哈 Teacher yourself work with a teacher become proficient in markable skill 是吧 那这个的话呢 你可以是呃 自己的一项技能啊 或者说去跟老师工作呀 或者说是呃 是不是干点什么事情啊 是吧 呃 哎 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啊 Start a garden啊 这个我觉得就非常有凑数的个人主义色彩了啊 但是也挺有意思的啊 也是一个好的建议是不是对吧 那么那个弄个小花圆出来 你两个月三个月花儿足够可以盛开了啊 对不对 是吧 所以这个 Learn self-defense is very useful skill to know throughout your life 是不是这个学会自我保护自我防护 学个跆拳道是不是学个拳击啊 是不是这个也是啊 或者说是呢你锻炼一些基本技能哈 尤其是最近咱们又看到了 咱们在华人圈里边有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发生啊 所以这个还是做好自我保护还是非常重要的啊 那么这个这个也很有意思啊 我有学生今年暑假确实做了这个事情啊 就是这个first aid的急救啊 方面的一些知识和技能 这个也特别有用啊 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东西啊 这个是学习各种各样的一些心理放松的一些东西吧 能够让你进行一个调整啊 这个 试着写写写作啊 写一些作品出来啊 这个有点难了啊 在下面 在下面呢 discover your chance of a hundred of schools 这下边属于另外一部分了啊 我先讲这前23个 谢谢大家 谢谢万博士啊 这个非常的重要啊 这要知己知彼啊 所以就说看看别人在做什么 我们能做什么 那么当然大家有这个相关的问题 还是可以来直接咨询文美集团 也可以直接咨询万博士的 文美集团是我们知道的 美国著名的华人教育的咨询辅导机构 他们在美国的洛杉矶 纽约芝加哥等等 有12个城市都设有服务中心 是为华人提供教育服务的 那么他们主要的服务内容呢 有七八年级就可以开始的 美国大学申请规划服务 SAT ACT的标划考试培训 K到12年级的私校申请 还有课后的补习 我们也知道文美集团最富盛名的 就是它的导师制的服务模式 不同于其他的机构辅导老师 变动频繁的现象 文美集团所有的导师 都是公司的合伙人级别 并且呢 他们都在文美工作了10年以上 拥有硕士或者是博士的学历 可以非常稳定和专业的 为孩子们提供服务 相信这是很多的家长 在给孩子们寻找规划机构的时候 非常注重的一个方面 此外呢 文美集团也是美国总统一公奖的 官方认证机构 和众多的美国前50名牌大学的 官方项目合作机构 欢迎大家扫码 或者是直接搜索关注 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美国升学网 及时来了解最新最全的 美国升学资讯 同时呢 大家也可以在YouTube 直接来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 美国升学直通车 来查看万博士往期的节目内容 如果你想跟文美的客服互动呢 也可以在节目播出期间 扫描屏幕左下角的 文美客服二维码 或者是直接搜索微信号 文美集团的全评音来添加 文美的咨询热线是 18888-789-0942